好 那么大家期待了半天 说什么时候能把这个窗口给我关了 那接下来我讲的就是可以关掉窗口了 叫做窗体监听 好 这个窗体监听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在这里面给他加 添加一个窗体监听 是要把这个窗体给关掉 所以F.i的 这有个window windowlistener 添加窗体监听 那么windowlistener 我们发现它里面有什么 是不是需要一个windowlistener 那么这个windowlistener到底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个接口啊 还是个类啊 对不对 咱们得去了解了解 Ctrl-C Ctrl-V 粘过来 我们发现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个接口 然后这个接口里面有这么多的方法 这么多的方法 大家来看 它们有很多的这个作用 那现在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两个方法 一个是close的 一个是closing 就它俩到底谁是关闭的方法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去找一个类去实现这个接口 然后重写这些方法 挨个去做做些测试 对不对 来看哪个更符合我们这个关闭的方法 那好 那现在呢 这是一个接口 我们不能直接拥一个接口给它 我们可以传这个接口的子类对象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里 class 叫做my windowlistener 然后呢 implements 实现了这个windowlistener 好 那么实现windowlistener 导进来 然后呢 你重写这里面所有的方法 ctrl加1 然后这里面我们比较关心的是closing和closed syso 然后closing closing ctrlc ctrlv 然后呢 ctrlc ctrlv closed ctrlc ctrlv 好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来一个new一个new一个my windowlistener my windowlistener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啊 我现在把它添加进来 运行起来 看我点这 点 点 谁执行了 是不是closing执行了 所以 我们只有 我们只要是在closing这个方法里面做一些事情 那就可以让这个窗体给关掉 好 做什么事情呢 很简单 来 把这个去掉 system system sys tm 这个exit 0 怎么样 我把这个0一传进来 意思要把它怎么样 退出 对不对 好 运行起来 一点 搞定了吧 运行起来 一点 搞定了 搞定是搞定了 但是呢 我觉得有些痛苦 什么痛苦呢 你说我就为了要这么一个方法 然后呢 我定一个类 实现这个接口 把它所有的方法全都给重写了 痛不痛苦啊 痛苦 那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好 大家来看一看啊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你说 这个三公司的程序员 他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在想这个问题 说你看你用户就想用这么我其中一个方法 然后呢 把我windows里面的这个windows listener里面的所有方法都重写 这是不是很麻烦啊 那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那么这里面啊 windows listener 在这里面看API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么一个类 叫windows adapter 这个adapter其实就是适配器的意思啊 这个windows adapter 来看 点一来 他呢 实现了这个windows listener 你看 所有已知实现的接口 他是不是实现windows listener 那么他实现windows listener 他怎么办了呢 他重写了他所有的这些方法 然后呢 他这些方法 现在都不是抽象的 以前是不是这些方法都是抽象的 他都重写了 然后你看他这个类啊 他这个类是一个抽象类 他这个类是个抽象类 他实现了这个windows listener 然后呢 他把他里面所有方法进行重写 但是他这类还抽象类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 其实他这么做的主要原因 就是做了一个适配的作用 他实现了这个windows listener 然后把他所有的方法进行重写 那么如果以后 你想用我其中一个方法 你只需要继承windows adapter 想用哪个方法 就重写哪个方法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话能理解吗 我们来看一下windows adapter里面的圆码 Ctrl C Ctrl C加T 让它windows adapter 大家看他里面的方法都怎么样 是不是全都是空的 为什么是空的呀 他的目的 就是为了提供给子类去使用这些方法 而不是自己用的 然后呢 他把这些方法全都重写了 子类再去用的时候 你用哪个 就重写哪个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能理解吧 好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他这个类要定成抽象呢 定义成抽象的目的是 不不让你 不想让你去创建他这个类对象 为什么呢 因为你创建我这个类对象 掉我这些空方法也是没有意义的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学抽象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说如果一个类中 没有定义 一个抽象类中 没有定义任何的抽象方法 那他的作用只有一个 就是不允许其他类来 创建这个类对象 那不允许其他类来创建这个类对象 有什么应用呢 就在这里有应用 你看我这里方法都是空的 你创建我这个类对象 有什么意义呢 我就不让你创建来 我就把他生命仓抽象的 但是你发现我这里面是不是没有抽象方法 是不是全都空方法 没有抽象方法 看到了吧 所以这个类就相当于我们中间那个类 特别给力的一个类 那这个我就不要了 把它注视掉 然后呢我就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 class叫mywindowadapter 然后让他怎么样呢 让他继承了这个extnds 继承这个windowadapter 好导进来 然后呢 你看他就不会强制你去重写任何方法 你用哪个你重写哪个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来一个奥特加鞋线 看需要哪个啊 找一个 需要哪个 是不是windowclosing啊 需要他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就来一个 好 system system点这个exit 来个0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事了 接下来可以做这个事 这里面传一个谁 new一个mywindowadapter mywindowadapter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一点 是不是也关了 那这个就比刚才那个怎么样 是不是省事了 用哪个方法就重写哪个方法就可以了 能理解吗 那么我再问大家 还可不可以再优化一下 还能不能再优化一下 你还单独定一个类干嘛呀 我不就用一个方法吗对不对 干脆用什么 匿名内部内部就完了吗 干掉 我们来一个f.i的windowlistener 然后这里面来个new一个window windowadapter windowadapter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干嘛 你把需要的方法进行重写 叫做windowclosing 然后这个位置我来一个 system.exit 传一个零 是不是也搞定了 来运行起来 关掉 是不是ok的 所以 记住啊 在我们监听这里面 用匿名内部类是最多的 你有一个windowadapter 然后呢 小号大号 是不是相当于是继承这个类啊 现在继承类 好了 这个指点呢 咱们就说到这里啊 我一定会说到这里了 我应该说到这里了 我应该说到这里了